中和格斗即将进军台北小巨大 记者卓家评设 记者卓家评台北报道女星刘玉蓉 模特206例 今天已离开一般造型 美丽健身 帮海岸首届RFC宗和格斗锦标赛站台 两人以坚持勇敢精神 分享属于自己的追梦故事 年龄即将站上格斗台的选手 就算挫折跌倒 也不要轻易放弃 首届RFC赛事 2月3日将于台北小巨蛋登场 分成业严以及职业赛事 业严共有24位选手 职业则有10国 18位格斗好手 其中有三位选手 今天来的记者会现场 分别是吴志展 王仪天 以及任飘零 瑞士奇德任飘零四年前来的泰安 背后原影很特殊 他拿到博士颁奖学金 目前是青函大学高台生 研究流体力学 他利用上课职业时间 陈天 小武训练 欲有意思的他还要身兼奶爸一职 但他则是乐的其中 任飘零喜欢中华文化 对于武术 他有一套独特 见解 人的心中都有暴力一面 武术是把力道转成好的力量 转成正面影响力 瑞士奇任飘零 记者 卓家评射 模特 而刘宇柔 左 林右立战上拳击手套 其综合格斗 综合锦标赛站台 记者 卓家评射 刘宇柔 接触格斗 将近两年 记者 卓家评射 刘宇柔 接触格斗 将近两年 记者 卓家评射 词词 浏览格斗 词